大家好,我是戴戴 今天要讲一个警察爱上一个女杀手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就有高潮了 家里正在冲凉 突然间门被打开了 然后就棒棒棒 开门的男人就被杀死了 画面一转 华哥来到案发现场 盘问一名少年 经过一番盘问后 华哥对上司说 他怀疑凶手是个女人 因为死者的生殖器官都被打爆了 这女人应该很痛恨男人 可惜上司不相信他 还叫他多休息几个月 华哥说他很正常 不需要休息 这时一名警员到处 原来华哥在三个月前不小心开枪杀死了自己的哥哥 搞到华哥失控想要打他 幸好被上司阻止了 上司叫他有空就去里里头发 踢踢无须 人才会精神点 华哥很听话 他立刻去理发 在理发店 他看见真姐 深深被他的美貌吸引住了 就在这时 来了一名黑衣女 他和理发师说 为什么你那么久没来找人家 原来黑衣女怀孕了 理发师不想负责 理发师给了几百块钱 他叫他滚 在一旁看见真姐很不爽 立刻出手教训理发师 华哥也看见了 他立刻阻止他 然后真姐就带着黑衣女逃跑 华哥抓到了真姐 哎呀一个不小心 绑在身上的枪被抢走了 竟然吓得他忍不住偶了出来 真姐看他那么可怜 就把枪给为他 接着华哥便离开了 隔天华哥来到警局 大指广告说他 有一个女孩子上来 自称有一名警员 企图强奸废礼他 华哥一看 什么 原来是真姐 真姐录口供时 一脸楚楚可怜的样子 好性感啊 录完口供后 上司要华哥过去见他 华哥心里想 这次完蛋了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其实真姐是在称赞他 来到晚上 他们一起走在大街上 突然间真姐把华哥 扑倒在车上 他想要了 正当以为有18家 场面出来时 车主出来破坏了 他们的好事 画面一转 真姐的爸爸回到房间 一开灯 哇一顶绿帽从天而降 他很激动 走出去拿起了剪刀 就往肩负那里捅 然后爸爸一个不小心 从楼梯上跌了下来 跌死了 这一幕刚好被真姐看到 他立刻拿起一把刀 追向肩负 可惜啊 肩负还是逃脱了 隔天真姐单枪兵马 来到肩负的公司 然后就 就这样他杀死了肩负 正当他要离开时 警察来到 他立刻挟持一名女夫人 要女夫人带他离开 就在这时 追兵来到 女夫人一个变身 然后 我不会形容 你们自己看 就这样 他们成功逃脱了 顺便到一个照相馆 拍个照留恋 早上起来 女夫人给真姐看电视 让她知道自己已经被警方通缉 接着她告诉真姐 她是一名杀手 真姐问为什么救她 她说 她觉得真姐很有潜质 所以就决定救她 而收她为徒 女夫人帮她改了一个空姐的身份 晚上 她带真姐来到一个地下室 一个男人冲了出来 女夫人告诉她 她是一名强奸犯 于是真姐就向前 想了强奸犯两巴 回头一转 女夫人离开了 还把门锁了起来 原来 她要试验真姐 真姐没让她失望 很快的通过了试验 接着女夫人就开始训练真姐 训啊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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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完后 她帮真姐按摩 她告诉真姐 女人啊 最大的武器就是身体 一天晚上 女夫人正想要卸妆 突然间 听到真姐一声大叫 她立刻赶到地下室 然后门就被反锁起来 哦 原来真姐想要试探 自己的师父 有多厉害 不用我讲啦 没三两下功夫 女夫人就搞定了两个色魔 很快的 真姐接到了 第一个杀人的任务 任务是要杀一个日本人 他们在五八跳舞 跳啊跳啊跳啊跳 过去后 猎物就来了 接着又跳啊跳啊跳啊跳 就BOOM了一声 任务完成 一天的华哥被上司叫去查一个案子 上司给了她一个线索 实者在临死前几个小时 有人看到她和一个空姐在一起 很快的 华哥查到了空姐的住所 她和大志广一起过去 进到屋子 华哥一看到真姐 就一直在叫她的名字 但是真姐却死口不认 他说华哥认错人了 他是一名空姐 于是他们邀请真姐到警局入口宫 一回到警局 上司就挂掉了 然后华哥开始和真姐入口宫 入完口宫后 他们相约到一家餐厅吃牛扒 就在这时 华哥找来之前的理发师 要他证明真姐的身份 但是理发师却很坚定的说 华哥认错人了 隔天华哥又过来找真姐 可是他不在 华哥遇到了女夫人 女夫人想诱惑他 可惜他拒绝了 华哥要离开 就在这时 女夫人要出手杀华哥 幸好真姐赶到救了华哥一命 真姐去冲凉 突然间他收到了一个SMS 华哥约他9点到某某停车场见面 他一走出来 就看到了女夫人 女夫人告诉真姐 上次他们杀的日本人组织要报仇 他们聘请了加利姐来杀他 来到晚上 倾盆大雨 华哥在等真姐 而另一边女夫人正用Sniper瞄准 华哥想要杀他 就在千军一发的时候 真姐出现了 然后两人就从车上搞到床上 搞搞搞搞 搞完后 他们决定去找女夫人 希望他可以成全他们 一进屋子 他们看见两个人和女夫人聊天 哦原来是加利姐 加利姐对女夫人说 这次来是要道别的 一出门口后 就各为其主 他亲了女夫人一下就离开了 女夫人叫真姐快走 以免年累他 真姐想要留下来帮忙 可是被拒绝了 于是两人驾车来到一个无人的地方 互相拥抱 真当以为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时 真姐将华哥打晕 自己透露跑回来想要帮女夫人 可惜一切都太迟了 女夫人已经被杀死了 真姐要为女夫人报仇 她去找加利姐 想要了 真姐很坏蛋 她跳进泳池 加利姐跟着跳进去 两人开始接吻 吻着吻着就打了起来 真姐打输了 幸好这时华哥赶到 接着就 然后两人驾车回到女夫人家 加利也赶到了 又一轮 最后加利姐抓到了真姐 她要和她来一个goodbye kiss 哎呀口红有毒 原来真姐涂了一支 可以让人在几秒钟内暴毙的口红 她想要和加利姐同归于尽 但是真姐很聪明 她骗加利姐刚刚她有喝牛奶 所以还有时间去洗胃 而她却没有 就这样加利姐死了 华哥才赶来 华哥要真姐去自首 但是她不肯 由于华哥真的很爱真姐 于是她就决定和真姐一起殉情 她像充满瓦斯的物质开了一枪 故事就结束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请大家按赞和订阅这个频道 如果想第一时间接着 我通知收看视频 你可以去按那个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